哈喽大家好 根据外网消息 美国迎来的强强雨天气 并且美国的两个州都处于这场暴雨的风波中 有很多汽车以及房屋都被暴雨淹没了 随后美国的拜登总统就宣布了新泽西州 还有纽约州立即进入紧急状态 这两个州是遭到了热风暴爱达 从而导致了洪水以及强强雨天气 导致这两个州的损失比较的大 从而这两个州可能获得政府的救助基金 新西泽州和纽约州共有11个县 受到了洪水的袭击 造成了很大的财产以及损失 美国的拜登总统也是宣布 立即对两个州进行救助基金的拨款 这两个州呢得到了这个政府的救助基金 根据这个美国广播电台的报道呢 这个美国当地有很多地方呢都受到了 跟爱达相关的这个灾害 以及这个事故造成了这个人员伤亡 已经上升至这个68人 这个爱达灾害呢给这个纽约州造成至少5000万美元的这个财产损失 1200所房屋呢因此也遭到了这个破坏 今年呢注定是这个不平凡的一年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呢都遭到了这个自然灾害的影响 美国呢先前是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呢 导致了很多美国人死亡 这下子好了又遭到了这个洪水的袭击 死亡人数上升至68人 造成了至少5000万美元的损失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做到这里 有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得关注分享并转发 同时有别的看法的朋友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讨论 咱们下期视频见拜拜